这次当谈到以色列跟哈马斯之间的这些纷争 有人当现在看到科普上很多的影片都在做介绍 那我们想一开始就问老师 怎么看这次哈马斯跟以色列之间产生的一些纷争跟战争 我们注意到整个问题有至少两个层面 第一个当然是大家所看到的地缘政治这一块 这个部分 然后另外一个当然就是中东地区 可能造成的油价跟能源供应这样的一个冲击 所以有地缘政治跟全球经济这两个方面 那我们先来讲一下地缘政治这个部分 现在很奇怪的就是哈马斯的这个攻击 当然超过他之前对以色列的那些攻击 就一样暴力攻击 这一次程度非常严重 就超过之前的任何一次的攻击 那么很奇怪 第一个哈马斯的这些武器哪里来 因为哈马斯他的地盘在加萨走廊 加萨走廊的话厂40公里宽11公里 那个一个地带 狭长地带 他那里面还没有冰工厂嘛 没有那个武器制造的这些工产业嘛 所以他那个比如说一个晚上发射5000枚火箭弹 还有用无人机 还有那个滑翔伞 越过那个边界的那个地板 机车啊什么 感觉都准备很久 你说你准备很久 OK 但问题是你这些弹药 一下子消耗掉的话 你要撑一阵子嘛 那你能够撑那么久 能够一个晚上发射5000枚火箭弹 还有那么多的攻击火力 你这就5G弹药怎么来的 很显然不可能是你哈马斯自己去买来还是干什么 这一定有背后有人供应嘛 那你说第一个当然是伊朗 那伊朗背后当然是会联系到更幕后的所谓黑手 就是中共 那这是第一个问题 就是哈马斯的武器来源怎么来 这个追下去的话会追出幕后黑手 这第一个 第二个 哈马斯的那个暴力攻击 已经被以色列对付过很多次 从实力上来讲 哈马斯不是以色列对手 我们客观的讲 那你现在哈马斯明明知道你这样的 比以前更加暴力的攻击 更加极端的攻击 肯定引来以色列的报复 那以色列的报复肯定会对你很不利 那你这样做的话 你岂不是等于是一种自杀式攻击 所以我们说这一次哈马斯等于是自杀式攻击 那为什么 你是拿了你打什么主意 为什么会对以色列 姑且还不说在这个时间点 为什么是 就是我们说Why now 为什么是现在哈 你首先你做这种攻击的话 你的我去担忧哪里来幕后金主谁支持你 第二个呢 你为什么明知道你没有胜算你还这样干 你肯定引来以色列更大规模的更厉害的这个报复更换 为什么 因为以色列不能容忍暴力攻击得逞 因为这样会变相发出错误的信号鼓励恐怖组织 极端组织继续玩这一套绑架人质做攻击然后勒索 所以以色列不可能容忍暴力攻击你可以跟我谈你可以跟我做交易但是你不可能一直使用暴力手段嘛 所以以色列一定反击嘛一定强烈报复所以那你为什么要搞这个等相当于是自杀式攻击 所以这里有两个疑点出来的 然后呢现在我们看出来整个格局呢是一场新时代的代理人战争 现在有三层代理不只是双重就是三层就是第一个呢是那个最最源头是中共 然后中共的下一个代理人是谁呢是伊朗那伊朗这一次这个先补充一下伊朗的部分是这样 美国给伊朗警告叫伊朗不要介入那美国有很多手段嘛 然后呢伊朗现在比如说伊朗现在发表一个声明说 只要以色列不攻击伊朗的军队伊朗就不参战不介入 那意思就是美国也是警告他你不要介入 那等于说大家在做切割 那换句话说伊朗是不是把哈马斯要抛弃 这是一个问号对不对 所以中共下来是伊朗伊朗下来是谁呢 就是包括哈马斯在内包括尼巴嫩的真主党 还有叙利亚境内的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 这几个叫做军事白手套 就是我们用黑道电影比喻就是小弟 就是那个打手替大哥办事的 所以呢一共有三层 第一层最高最上层中共 松城伊朗再下来是包括哈马斯 包括尼巴嫩的真主党 包括叙利亚境内的那些武装暴力组织 这些是第一线的这些所谓白手套 这几个三个层 那以色列现在面对的是哈马斯这一层的攻击 所以他来打一场代理人战争 那以色列这一次如果单纯为了对付哈马斯 我先讲重点 以色列如果单纯为了对付哈马斯的话 第一个他不需要对哈马斯宣战 他不需要国家总动员36万大军 他不需要成立战时内阁 战时政府 然后呢 美国也不需要立刻派出最顶级的航母战斗群 福特号 现在在加派一个艾森豪号 两艘航母战斗群进入地中海 这样的应对什么规格 显然不会只是对付哈马斯嘛 对付哈马斯不需要这样 因为以色列原来就在对付哈马斯 按照你原来的部署的话 按照你原来的部署的话 早就可以应付哈马斯是没问题的 你为什么要把这个应对的等级升这么高 以色列应该是想把哈马斯消灭 就是说那个他的暴力组织 至少他的领导层整个消灭 而且要把幕后的黑手就是伊朗 所以以色列这样做 美国这样做 真正的目标应该是对伊朗去军事化 记住不是消灭伊朗 也不是占领伊朗 是让伊朗没有军事能力 再去在背后支持 搞这些恐怖组织恐怖攻击 这叫去军事化 这个也就是乌克兰战场上 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战略目标 除了让乌克兰恢复他的领土 跟主权的完整 拿回乌克兰东部地区 还有拿回克里米亚半岛这样以外 他要让俄罗斯再也没有能力去对周边的小国做侵略行动 那所以要对俄罗斯去军事化 什么意思 让俄罗斯的武器弹要打完之后 没有办法再增补 短时间至少容易补充 对比如说晶片就是比较弹要用到晶片 那个飞机战军舰坦克很多地方都用到晶片 那你打完了之后 你能从洗衣机啊 那个什么冰箱啊去拿晶片嘛 对不对 就是说让军事上的那个战略物资晶片切断供应 那俄罗斯的库存打完了之后后面就没有了 后面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叫去军事化我不是要占领你喔也不是要正式跟你开战 而是说让你消耗掉你的军事物资 那这样的去军事化的概念最低限度要用在伊朗 那伊朗被伊朗支持了谁 支持了黎巴嫩里面的武装组织还有叙利亚 在这次叙利亚在杭州亚运的时候叙利亚总统到这个中国来跟习近平见面 听说他还把孩子留在中国没有带回来 所以可见他也在预防一个战争的扩大 那所以呢现在的话就是消灭哈马斯这些暴力组织的领袖 这是肯定的 这之后问题是要釜底抽薪 要把支持哈马斯还有其他黎巴嫩叙利亚境内的所谓暴力组织 对以色列的威胁一定要把幕后的黑手揪出来 就是伊朗 所以这一场战争最后一定是在看伊朗有没有被去军事化 如果没有的话表示这个任务没有完还没有完成 那伊朗如果被去军事化甚至于叙利亚也被打的话 伊朗跟叙利亚一定会逼中共表态说你到底救不救这两个小兄弟 你中共要不要跳下来就称伊朗跟叙利亚是这样子 那到最后的话可能就会把中共逼出来逼到台前 现在是在处理伊朗 伊朗后面还有中共 所以整个格局是整个的那个图像是这样子 那对美国跟以色列来讲他们很可能要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 就是说以色列并不希望整天跟阿拉伯对对战 所以呢你看以色列现在跟埃及建交跟那个 好像是跟那个沙烏地旁边的开始恢复 阿拉伯对大公国有建交 现在准备跟沙烏地建交 以色列希望跟温和派的阿拉伯人和平共存 所以要把那个极端派的消灭 而哈马斯就是在想要取得极端派这边的花言权主导权 所以呢伊朗扶持他进行暴力攻击 是这样那以色列希望把激进派消灭之后 跟温和派的阿拉伯人 包括巴勒斯坦人能够和平共存 这样才能够打造出中东的和平架构 永久和平架构 让以色列人跟阿拉伯人能够和平共存 所以最后的这个看起来就是一定要釜底抽薪 把走激进路线的恐怖组织 这些恐怖攻击的背后的恐怖组织 以及他们幕后的黑手一网打进 这样的话接下来就是那个中东和平架构 包括以色列跟沙特建交 这样的话主持这样的和平架构的那个美国总统 非常可能就会得到诺贝尔和平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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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